你 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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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看到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你了 行行行 我没事 你放松 放松 菜齐了 吃吧 好好好 没什么菜 娘娘请慢用 夫人 您别客气 也别叫我娘娘 在这里我就是您的晚辈 你看人家谢姑娘 大气啊 可你毕竟啊 还是皇后 司陶出宫可是重罪啊 谢姑娘 你这以后怎么打算呀 我当日离宫 只想着赶紧给大家报信 以后当如何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不过我很清楚 我不想再跟蒋洛过下去了 原本还想着合理 现在只求 能够平安脱身就好 好好好 这样啊 伯母 您别担心 这是我与蒋洛的事 如果他找来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 拖累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 咱搬家就不怕事多 而且 就算你没来 江洛还是会找我们麻烦的 那既然你现在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先跟着我们吧 是啊 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啊 对对对 反正你也不稀罕 那个什么皇后 以后啊 就让横尔照顾你吧 爹 老爷 我也不是白照顾你啊 那 明天开始 你有空的话 就帮忙家里做几道菜 让大家尝尽你的手艺 太好了 这偷偷摸摸的 干嘛呢 女孩子的事情你别管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 是红薯 是阿克西王子 叫人送来的 听说又甜又香 你赶紧吃吃看 来 你也尝尝 不用 我不饿 你吃吧 一起吃吧 嗯 怎么了 这么难吃吗 我就是觉得 这个红薯真甜 挺好吃 好吃 你干嘛哭啊 人家激动不行吗 吃个红薯激动是吗 千禧天也没饿着你啊 行行行 你别哭了 那 那不然 这 这也给你吃吧